你国内四六级考出来了吗 没有 你四六级也没有考出来 所以你大家看看去 你四六级都没有去考 居然能考到这个成绩 哈喽黑贼 然后恭喜你 就是达到你这个要求了 而且你还挺高的 你像每项都到65分以上 这个真是很多学生的梦寐 梦寐的分数 这还是澳大利亚移民分数 移民可以加10分了 对吗 真的 对 你当时 你国内四六级考出来了吗 没有 你四六级也没有考出来 没有 我就 对啊 然后我就 我就觉得 哎呀没约要嘛 反正 我居然都要出 我就想出去的话 然后我也就不想考 我就没浪费时间在那上 嗯 OK 那挺好的 那你 你现在学到PT以后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感觉吗 有什么经验分享给大家的吗 哎呀 我觉得我这次可能 也运气比较好吧 我感觉我抽的题 都不是特别难 然后就WFD这个肯定是费了很多遍的 这个肯定就很熟了的 RS的话就 嗯 当然那个题库肯定是要过的 然后 循序渐进这么拼啊 然后RA的话 我可能临进考试这几天 然后我就天天有在读一下 我也是暑期 暑假的时候一直在上课嘛 就一放暑假 8月9号10号 那个时候就开始上课 然后可能那个时候也每天多多少少练习了一点吧 OK 所以你一共你一共花了多少时间一个月时间 一个月吧 你你你你那个你那个reading怎么提高的呀 reading的话 fib的我都是那个题库都是刷了两遍的应该 你再滚一下大级 也差不多有 我现在大二刚开始 OK 所以你大开你四周级都没有去考 你居然能考到这个成绩 我觉得你有什么 你觉得你除了你刷题刷比较多之外 还有听我们课之外 这两点对吧 你刚讲了 你还有什么想给学生给分享 因为这很高 对一个四周级都没有过的学生来说 对 就今天的考试来说 我感觉是还好的 Speaking的时候 其实我也有一点 比如读了 有点卡顿啊 或者是有点说错了 但是也都 但是我们 就他龙错率还挺高的 感觉 确实 所以这是 这是你对所有学生说最大 就是他龙错率挺高的 对吧 错了也别太慌 你哪个考场 我在广州白云这个 好的 你这考场还可以吧 考场 我那个位置呢 就是大家在小龙书上 说就那个位置的麦和收音就是不太好 也有点奇怪 但是我我又是第一次 我又不知道那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然后我也想大家都进入考考试了 哎呦那我也就进入了吧 嗯嗯 你的你的写作特别高76分 你有写作有什么跟大家分享了吗 除了背模板之外 背我们的模板之外 写作写作写作我我还真的就只背了模板 然后就把最简单的句子就写上去嘛 就然后套句子然后然后就没了 我就希望语法那些不要出错 好的好的好的 特别特别感谢 你最后面对这些就是四六姐没考出来 要考的学员 你跟他们有什么最后想跟他们说的吗 我感觉就是要有信心心态别崩多刷题对吧 对就反正有时间就多刷题了 还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很特别的分享吧 好的没问题 好谢谢你啊 好的没问题 谢谢你 好的特别感谢 让我们保持联系啊 拜拜